那说起祭月之礼呢 是起源于上古 流传至后世的拜月 就是由祭月而来的 那这个中秋就和 总台主持人我的同事 一起迎月神宋祝文 那中秋拜月 邀您共享传统文化盛宴 哇 Thank you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我是来着CGTN的Eva May 然后我今天呢 在长沙 有一个好的一个朋友 请我参加中秋节的 Festival 哇 我还真的没有来过这里 但是我真的觉得 从我的first impression来说 特别温雅的 优雅的 完美的一个 feeling 所以我带着你们 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下 这个活动 That's not fun 嗨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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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Eva 我是从奥地利来的 做介绍一下 我叫吴漾 中秋节的时候 就跟着我们古代的一个仪式 所有的衣食成设 都跟明朝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我还特别想吃一下这个 行动不如行动 走 走吧 哇 这真的不错 小站清摇 有点意思 把这个妆给化上 对 继续 意思意思 行 听你的 好 走着 哇 化了一个多小时的妆 天都黑了呀 不怕 好饭呢 不怕晚 接下来啊 到了这个环节 就是我们今晚 这个拜月仪式的重头环节了 但是呢 到了这儿啊 我不能跟您一起参加 因为拜月啊 自古以来只有女士才能参与 所以说 叫您送到这儿 交给我们拜月仪式的现场 好的 那么我就告辞了 辛苦你了 然后待会咱们要参加的是一个拜月的仪式 是起源于远古时期 人们对这个月亮的崇拜 到了后世就慢慢形成了系统的这个礼仪 我看我们站在这里都是女生 那还都是男生 那为什么男生不需要拜呢 因为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做男不拜月 女不祭灶 因为灶是火嘛 火代表羊 是男生的 代表男生 然后女生的话 就是月亮 月亮代表阴 所以说是太阴之神 所以男生是不会去拜月的 女生是不会去祭灶神的 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阴阳五行的这个观念 哇 好的 学了很多 谢谢 解释得也特别好 那我们就开始拜了 好的 好的 It's exciting 平神 拜 心 攻读著文 为新朝年八月十五年 无相同好 感召告语 福福 神祝福 那么今天你看 那我们上面准备了我们的这个月饼 来大家别热情 一人拿一个一人拿一个 来来来来 中秋晚上吃月饼 当然不能这么干吃对不对 到这个环节 我们就该上我们的才艺了 琴奇书画 请挑一个 不如仙来诗词 但愿人长久 千里众禅 对 Yeah I'll see you soon enjoying this and cheers Jones 对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effort that people put into this traditional festivity wearing ancient costumes And yeah celebrate And worship the moon So I'm going to join them 恭祝大家 终究快乐